据报道在24号俄罗斯外长拉布洛夫访问埃及的时候表示 俄方欢迎埃及有意成为上河组织对话伙伴 同一天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先科称 白方希望成为上河组织成员国 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上河组织成立以来 始终遵循上海精神 坚定奉行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 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 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 希望同上河组织加强合作 这充分表明上河组织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 日益提升 我们欢迎认同上海精神 和上河组织宗旨原则的国家 加入上河组织大家庭 去年上河组织峰会 已经批准给予埃及上河组织 对话伙伴地位 中方支持埃及积极参与 上河组织框架下合作 白俄罗斯作为观察员国 一直积极参与上河组织 相关领域合作 为促进本组织 健康稳定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方对此高度评价 中白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中方支持白方 申请成为上河组织成员国 愿同其他成员国一道 积极研究 做出决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